飞行物的英文简称 每当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 很多人会自动和外星文明联想起来 有粉丝朋友在评论中 也分享了他所看到的不明飞行物的经历 不论真假 但十分精彩 感谢你们的分享 另外 还有粉丝朋友说 只要有关这些不明飞行物的内容时 画面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最后给出的解释 也是模棱两可 对于UFO事件来说 我认为不排除是一些人为造假 制造的光影效果 或者剪辑作品 另外 有很多所谓的UFO目击事件 大部分属于无意之中拍摄到的 不然谁有时间和精力 拿着高清相机 全天候蹲守拍摄呢 最后 还有一个原因 这些处于未经科学证实的内容 是不能随意传播的 原因不多说 你懂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将分享四个发生在美国历史上 令人费解的不明飞行物事件 接下来的内容 未经过权威科学证实 请大家理性观看 且勿过于当真 第一个事件 在1777年严冬的某天 工程兵谢尔曼 被安排在伏击谷执行任务 他声称 乔治华盛顿向他透露 每晚都有奇怪的绿皮勇士来访 这些全身绿色皮肤 行为怪异的人 为华盛顿提供有关英国驻军位置的战略情报 并且建议最佳的前进方向 而谢尔曼被安排和这些绿皮勇士进行任务对接 美最资深参议员博德 声称他阅读过华盛顿的战争日记 日记中记录了一些离奇并且科幻的内容 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奇怪的游客们生活在一个发光的圆形物体中 这个物体在空中时而盘旋移动 时而突然消失 圆球中存在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 第二个事件 在1800年时 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著名科学家邓巴和其他人 共同目睹了一个发光的飞行物体 根据他们的描述 这个飞行器以超音速飞行大概有半米长 这个飞行器迅速地从西南飞到东北 沿着一条平坦的轨迹飞过 而它下面的地方像阳光一样亮起来 同时散发出很高的温度 这个飞行器在东北部消失 几秒钟之后 众人听到了猛烈的撞击声 像地震一样震耳欲聋 大家前去探寻 发现了被摧毁的树木和植被 还有一个烧焦的球形物体 当时有媒体指出 这可能是一颗陨石 但是有科学家认为 这与陨石不太符合 陨石没有打破阴障的能力 声波的传递速度是有限的 当物体速度过快 便可以追上自己发出的声波 如果这个物体有足够的加速度 就可以冲到声音前面去 此时会听见砰的一声 也就是音爆 而当时的民众都听见了音爆的声音 所以它不可能是一块陨石 第三个事件 发生在1865年 捕猎手鲁姆来 在当时的几家报纸上 发表了这篇文章 文章中这样描述 他在夏季的天空中 目睹了一个陌生的空中物体 这个物体发着明亮的光 看不清具体的形状 发光体向东飞去 但是当它撞向地面上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 像龙卷风一样的机翼 詹姆斯感到万分惊讶 于是前去探索 他在森林里 发现了一条被摧毁出来的痕迹 还有很多断裂的树木 以及这个飞行物的残骸 这个残骸已经被摧毁成几块了 他冒着危险用手摸了上去 感觉它像石头一样 坚硬并且没有温度 令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这些碎片上 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很显然是被手工刻上去的 这些符号看起来像像形文字 在这个区域里 他还发现了一些 看起来像碎玻璃的东西 以及一些黑色的液体 卢姆来猜测 这可能是某种来自外星的飞行物 而那些黑色的液体 可能来自飞行物内部 当时有科学家们关注到这件事 前去调查并带走了那些残骸 但随后就再也没有关于 这个残骸的任何信息了 第四个事件 1897年4月19日 美国新闻报道了一艘奇怪的金属飞船 它从天空中飞过 当晚这个物体撞上了农场的风车 这个农场是当地法官普罗克特的 他在里面发现有一个死去的奇怪生物 这个生物被认为是飞行员 这篇新闻文章接着说 还发现这个金属飞船里 有一些用某种未知的文字 写的像型文字 最终这个身份不明的生物 被埋在附近的沃雷斯核心公墓 尽管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媒体编的故事 目的只是为了给这个事发小镇增加热度 拉升经济的宣传噱头 但也有很多村民都表示 他们都目睹了这件事 并且发现的金属残骸 连当时的专家也无法解释 后来有科学家申请去挖掘这个生物的坟墓 结果发现埋在里面的东西 在一夜之间神秘的消失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得所知 这些不明飞行物事件 无论它的真相是怎样 是否让你充满好奇心 我曾也看见过一些媒体的报道 声称不明飞行物 在现如今开始大量出现了 我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 过去的手机和设备的像素比较低 所以拍到的画面清晰度也是有限的 并且手机和拍摄设备比较少 哪怕看见了也没有机会拍摄 而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 智能手机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不明飞行物被拍摄到了 也许它一直都存在 只是我们的能力不曾看见 或者发现它们而已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帮忙点关注和点赞 再次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